RAV4 五代的車友們 大家下午安 我是 KT 避震器的衛經理 今天要跟車友們來介紹的車款 當然是RAV4 的五代 有很多的車友已經看過經理的直播 其實今天要做的工作 還是跟之前一樣 安裝的版本是 KT 的道路板避震器 還有加上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跟之前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今天的車主還蠻特別的 因為今天的車主其實已經試乘過 車友來這裡安裝 然後我們告訴今天的車主 剛好有車友來安裝 如果你方便的話就可以來試乘看看 結果這個車主的話就有來試乘 試乘後覺得還蠻滿意的 所以就約在今天下午一點安裝 那這一台車其實既是熟門熟路的 現在好像大概才兩點多吧 已經安裝大概快完成 所以也很謝謝 謝謝車友給我們這麼多的機會 來幫車友來提升整體RAV4的一個 操控的感覺 那我們一樣依序來介紹的是 原廠避震器 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跟 KT 的產品 這個是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這個是後方的原廠的仰角 那改裝之後 會在這個地方做了一個可調的機構 變成它的後輪的 Camper 角度 就能調整 後輪的話 這每次都講一樣的車友會不會聽膩 這台車是2019年 2019年的2.0升的 是二輪驅動的 那這台車還有很多的動力版本 比如說油電的還有四輪驅動的 這台車是2.0升的前驅版本 那後方的懸吊其實不論二區四區 油電背油電全部都一樣 像我們在降低車高之後 這個後輪的角度 它正常角度是正的 可是降低的幅度比較大 它會變成這樣 變成輪胎的內側會磨耗的比較快 所以需要改裝這一支機構 改成可調的之後 它變成可調了 它可以把這個角度把它做正一點點 就不會輪胎的內側磨耗的比較快 所以如果有降低車高的話 經理就會建議車友們 不要省這個錢 因為這個鋁圈18吋的 18吋的 18吋的一條它也不便宜 所以多花這個費用 輪胎的錢一定省得回來 而且是降得越低的話 越是需要這個改裝零件 這個是原廠的鋁圈規格 225-60-18 之前有很多車友是已經升級到20吋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原廠的一些零件 原廠的 這個是原廠的前面的避震器 好像上個禮拜 禮拜六 上個禮拜六我們有直播過了 上個禮拜六是沒有小幫手 今天能夠介紹的比較清楚 所以如果車友們今天有需要看看 哪一個零件底盤哪一個結構 不是避震器也沒關係 今天有20年以上的改裝經驗 應該都有辦法回覆大家的問題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它有一個特殊的斜度 這個平面是平的 可是這個上座是斜的 所以這個角度 KT都專門為了RAV4的五代 做了這個斜度的角度 來用一個全新的上座 沒有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因為這台車如果沿用原廠上座 跟Toyota的六代 七代的Camero一樣 它是有一個切角的 這個切角還有它上座的走程 如果組裝的順序不對的話 就比較有可能會有異音的造成 那就很討厭 因為改裝避震器就是要享受操控的感覺 如果衍生其他的異音 那開起來就會不快樂了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上座的話KT都有附上座 那它的 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還有感應線的位置的話 這些都是跟原廠一樣的 那這個離載串的鎖點 KT的設計也是跟原廠一樣高 所以離載串的話 不用再多花錢買可調的 或者是強化的 直接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那前面的話原廠 它是附桶的喔 所以它的彈簧很大一圈徑 一般來說啦 這台車也可以改成是直捲式的彈簧 如果 訂購的是KT的禁忌版 那KT的話也是使用直捲的彈簧 但是道路版的話 我們使用的彈簧 就是像這樣大圈徑的 是200長7公斤 這個 形狀 它是一個燈籠狀的 不是直捲式的 直捲式的彈簧 遇到路面不平整的時候 它的回饋會比較直接一點點 那當然反應比較好 可是舒適度的話 就比較差一點點 所以燈籠狀的彈簧 它的遇到坑洞回毯的一個力道啊 會有一部分往兩旁示範 所以就會比較舒適一點 所以前面我們就配置的是燈籠狀的彈簧 因為這台車大家都知道是休旅車 所以我們也不會把它設計的太運動化 所以前面是配7公斤的彈簧 後方的話是配置230mm 然後是6公斤的彈簧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後方的彈簧特別特別的長 原廠彈簧特別長 所以它的設計是在原廠的時候 就有稍微做一個預載的動作 這個是後方的筒身 這個筒身的阻尼 其實它已經比先前的Toyota車系 如果一樣的底盤設計 已經略顯的硬一點點 但是如果一模一樣底盤的設計的話 歐系車的話 它的阻尼就會比這個強個大概30%左右 所以這個阻尼其實還是算舒適 那改裝的為什麼會比較穩定 為什麼車友試乘之後 會喜歡上改裝的感覺 因為KT的彈簧公斤速的話是變高 所以我們在過彎 在山路或者是在比較激烈操控的時候 車子側傾的幅度就會變得比較小 那變得比較小 當然穩定度就變高 相信有很多的車友啊 這台車如果自己開的話還好 可是後方的話如果載了乘客載了家人 那比較容易暈車的體遲的話 後方的乘客就非常容易會暈車 最大 那改了KT之後 車高的重心降低了 側傾的幅度變少了 自然後方乘客會暈車的狀況 機率就變少了 所以這個是改裝能夠提高一個操控感 然後安全性也會同步提高 我們在國外的影片或者是測試 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一個叫迷路測試 不是開車開到迷路 是萬一國外有遇到迷路 然後有遇到臨時狀況 要做閃避的時候啊 那個時速大概是75公里到80公里左右 要做一個方向盤急劇的改變方向的時候 後輪就很容易會有失控的狀況 那改裝避震器改了KT之後 不能說改了避震器之後就不會失控 可是這個的時速一定會因為改裝避震器 把臨界點把它提高 也許本來的操控的臨界點是75公里 後方就會失控就會開始推頭 可是改了避震器之後 也許有辦法再提升個大概10公里左右 所以改裝避震器其實也會比較安全一點點 這個是後方的筒身 那它的行程其實還蠻短的 因為後方的避震器是 坐落在比較偏向支點 所以它後方避震器是比較短的 這一段就是我們作動的行程 但它的行程已經 光它的一個緩衝的滿頭 這裡這麼高 所以它的行程其實只有剩下一點點而已 所以這個是後方緩衝的滿頭 但是滿頭一樣是算在行程之內 這個後方避震器其實它還有一個上座 這個上座就是需要沿用原廠 因為上座的話 其實如果不泡到油 不受到很大幅度的事故撞擊的話 上座幾乎不會壞掉 所以後方上座是要沿用原廠的 那KT的話不只是科高能調整 軟硬度的話也能調整 我們先來介紹前面軟硬要怎麼調整 Raffle 5代的話 前面的話拆裝避震器很簡單 因為它的避震器沒有藏在這個飾板的內側 所以它的上座有三顆螺絲 剛剛提到的斜度 我如果從這個角度拍 就能看得到它的避震器有這樣的 這邊是高點這邊是底點 往這個地方寫下去 KT就是為了這台車 在專門做了一個斜度的轉接座 來給這台車來使用 軟硬度的調整很簡單 把引擎打開 這裡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部結構了 往順時針的方向 這裡有刻一個H的Logo 往H的話就是變硬 往S的話就是變軟 像今天是因為原廠的輪胎旅圈 所以我們計時的話是設定大概剛好30段 KT一共有30段 今天的話先設定大概在一半左右 所以前面的話會先設定15段 後面也是設定15段 那調整的秘訣只有兩個而已 第一個 胎壓一定要正常 胎壓的話有時候可能計時或者是輪胎行 保養的時候會打到38 39甚至40 哇那太高了 一般來說我們在日系車的話 駕駛座的門打開 在B柱的下方就可以有一個貼紙 上面的話就會建議冷車時候的胎壓值 像這一台車的話 一般來說大概冷胎壓的話大概33 32左右就夠了 如果打到太高的話 低速的話就會非常非常點 所以胎壓很重要 然後胎壓設定好之後 再來就是阻尼的調整 阻尼的話 左邊跟右邊的段數一定要一致 前後的話可以不用一致沒有關係 好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這一條是200長7公斤 它是一個大圈徑燈籠狀的彈滑 那離載串的話也用原廠的就好了 這個是油管架還有ABS感應線的固定座 都是跟原廠一樣位置 這邊還有一個扣具 這些都是很完美的一個組合 那前面這樣的懸吊系統 它叫麥花城 麥花城的話 像這個是五代嘛 像四代啦 三代我就忘記了 三代應該也是 它前面一律都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它不只是負責路面不平整坑洞的吸附 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避震器也會跟著旋轉 所以它的工作環境還算蠻嚴苛的 但它調整車高就簡單了 我們只要把它要高的話 把它的統身長度把它旋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了 今天這一台的話 前面的車高大概接近大概快10公分 那預計降低大概剩下5公分左右 現在大概剩下5公分左右 那後方的話也是大概 也就是說大概比原廠低 4.5公分到5公分左右 也沒有特別的低 就是一般車友大概來都是會選擇一個高度 好這個是前面的介紹 後方的話好像還沒好 來你鏡頭先不動我來看一下 後方好像好了 好那我們來介紹後面 你鏡頭先帶到我先來拿一個燈 後方藍色的機構 就是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這個地方 這支寶藍色的 這個就是台灣城府的Horace的仰角調整器 這個是原廠的 原廠不能調整 改裝的才能調整 改裝的才能調整 從這個地方有螺絲的 可以調整長短度 來改變後輪空的角度 那其實這個原廠的話 它還有一個角度可以做調整 是在這個下肢壁的內側 這一顆螺絲 那一顆螺絲的話是有一顆偏心螺絲 它可以微幅調整後輪的竖角 那在調整竖角的同時 後輪的Camper也會微幅改變 可是Camper改變很少 所以我們要做比較完美的角度的話 還是建議車友要改裝這一支 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那廠商的話 其實也有做這一支的 下方這裡還有一支 叫竖角調整器 可是當仰角調整器改完之後 角度 仰角的角度 Camper的角度正常了之後 靠這一顆螺絲 內側的偏心螺絲 調整 頭映的話 竖角的話 就都夠了 那當然了 如果有要做特殊角度的話 就兩個都一起上也是可以的 這個是仰角調整器 介紹完畢了 那避震器的結構 這個是上座的部分 那這一台的安裝 秘訣的話 在這裡 彈簧下方 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 是在調整後方的車高的 如果把這個下面的機構 把它調長的話 加上彈簧的長度 整體變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那這一台車比較了 沒有安裝上的失誤 如果剛好是Ruffle的車友 有看過經理其他車款的直播 譬如說Tida 譬如說Civic 8代 那這些車種 就比較容易會有安裝上的失誤 因為那些車種的話 它的桶身 萬一縮得太短 它的彈簧就會預載過多 可是這一台的話 也還不至於會太誇張的程度 假設有安裝上的失誤 它的彈簧預載 也都還能夠在合理能接受的範圍之內 也就是說這一台的安裝 其實有點小小防呆 其實比較不會有安裝上的失誤 所以KT的話 我們從 像今天也有宜蘭的車友在詢問 宜蘭還有基隆 基隆是在百福社區裡面 七堵的百福社區裡面 甚至到高雄 屏東的話 甚至華東 宜蘭全部都有一個 很完整的銷售體系的店家 可以來給車友們來做安裝的服務 所以如果車友們對KT的產品有興趣的話 請不用客氣 請跟我們小朋友聯絡 至於在KT用料的部分的話 子吳你OK了 那我們繼續這樣施工 在KT用料的話 我們所填充的主尼友 這裡剛好廠商給我們一張證書 這張證書指的就是 KT的用料 真材實料 是用意大利IP的主尼友 因為有很多都是掛羊頭賣狗肉 所以廠商特別給我們這個證書 所以我們主尼友的部分 使用的是意大利IP的主尼友 那在油封 油封就是 攸關到避震器壽命最重要的零件 油封的話 KT所使用的產品是 零件 零件是用日本NOK的油封 像這個車款的話 日本的話應該也有做 日本的Tim 是最大的改裝品牌 他們應該也有做這一款車 那Tim的話 他所使用的油封 跟KT一樣 都是使用日本NOK NOK的油封 那KT本身呢 就是一個製造避震器的工廠 所以如果 也許有可能 用了三年五年之後 油封 NOK的油封 都已經損壞漏油了 或者是說 主尼友有裂化了 但是還沒有漏油的話 都可以回來工廠這裡 把它拆開 更換裡面的主尼友 更換裡面的油封 KT都有辦法做這樣的售後服務 甚至不只在KT的工廠 我們在北區的經銷商 中區的經銷商 甚至南區的電機 都有一個完整的銷售 跟售後服務的體系 可以來服務車友們 那所以如果車友們 對KT產品有興趣的話 請跟我們小朋友聯絡 那今天的直播介紹就到這裡了 謝謝 拜拜